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WhatsApp 天天都用 除了經常都用的emoji 之外 有時要突出的重點又可以怎樣 用粗體、斜體 還是整項畫了 你又懂不懂 原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長按要做效果的字句 選好幾個字 之後再長按 選擇BIU的選項 再按你需要選擇的粗體、斜體 又或者刪除線就做到這些效果 不過因為手機始終都不像電腦用mouse 那麼容易選字 這樣按來按去其實都很浪費時間 不過今天我就告訴你 其實這些功能都有快捷鍵 首先講一下粗體 只要你起上煲的字句前後 分別都打入星這個符號 裡面的內容就會自動煲了 好了,接著看看斜體 如果要打斜體又怎樣 原來前後只要加入 underscore 即是底環線就搞定 好,接著先到刪除 如果要將某些字刪除又怎樣 先選這些字 之後就在前後加上蛇仔 搞定 還是別再次推薦 然後再次看筏 這個甜點 還有一些 好想的 好想品 還有一些 可以 小小小的